中华华藏进宗学会在今天是拜会花莲县长徐真卫 也感谢花莲县政府致力推展赌金教育扎根中华文化 而徐真卫也赶配老法师的上进下空 那么呢也带领了这个群体共向大同理想 中华华藏进宗学会理事长悟道法师 当家师庄严法师秘书长庄慈法师等人 24号拜会花莲县长徐真卫 徐真卫赶配老法师上进下空 以恢复圣者伦理道德教育为己任 奖金教学迹经一甲子 并融会各宗教圣贤义礼 带领群体共向大同理想 理事长悟道法师表示 上进下空老法师肯定花莲县府十余年来 向下扎跟中华文化精髓 致力推展读经教育 培育下一代道德伦常 此外老法师致力团结新加坡九大宗教 办事自以来足迹遍及五大洲 多次参加亚奥各地国际和平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活动 徐正伟表示老法师致力于 复兴中华道德文化已超过一甲子光阴 幸福也兼职品德读经教育 同时也办理婚前婚后教育课程 他也推崇老法师跨越宗教番离 让不同宗教在深入自身经典的同时 也能够彼此互相学习与了解 每年7月华联金中协会都会办理法会 为提防祈福 现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民众人心惶惶 徐正伟也感谢中华华藏金中协会 为各行各业祈福 藉由宗教的力量抚慰与安定人心 让乡亲安居乐业 记者长方艳华联士报导